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5月25日 最近這一個多月 在大陸有一個歷史名詞 經常被重新提起 就是大興條言之風 什麼叫大興條言之風呢? 在去年政治局會議 習近平已經說了 要重視黨的條言工作 重現1960-61年 毛澤東大興條言之風 這種民主作風 結果在3月20日 全黨印發關於在全黨大興調查 研究的工作方案文件 這是一號文件 人民日報 就要詳細節錄如下 這個基本上大陸現在 黨政官員 都要必讀大興條言之風 這種歷史文獻 以及習近平的指示 這個到底是什麼呢? 因為1960-61年 當時毛澤東遇到極大的挫折 就是關於大躍進 這個三面紅旗 總路線人民公社和大躍進 餓死了很多人 餓死了數千萬人 不同學者有不同的計算 現在普遍 比較可靠的就是中國大陸的學者 曹樹基的研究 大概三四千萬人口 是因此非正常死亡 這是不能避免的了 餓死這麼多人的時期 糧食又沒有 然後又要面對著國際的困境 那怎麼辦呢? 所以毛澤東當時就大興條言之風了 說要做研究 沒有研究就沒有發言權 毛澤東是名言 所以習近平 在去年開始重提大興條言之風 現在又講大興條言之風 就叫人們重視 說這個黨是一個重要的路線 就是要調查、研究 不可以只是講好話 一定要講壞的話 那麼 到底 這個 習近平這個時刻講 有什麼意義呢? 以及歷史上大興條言之風 下場又如何呢? 今天要探討一下 今天就跟大家導讀 香港大學的歷史系教授馮克 這個荷蘭籍的教授 寫的這套書 這套書呢 我現在手上是中文版 因為看英文版就看得不夠仔細 因為英文版 它就很多將中央的文件 中文的文件翻譯了做英文的 但是看中文版就傳神很多 那麼英國的書店 基本上一定是有這套書的 三部曲 就是關於《解放的悲劇》 我以前和大家導讀過很多次了 第二就是大躍進 第三就是文化大革命 那麼1960年至61年 毛澤東大興條言 條言完之後就得出很多結論 就是大躍進的時期 地方造假 不斷地造假 人有多大膽 地有多大橙 結果就不斷虛報糧食 那麼你虛報糧食 面對著什麼問題呢? 就是你要上繳給中央的嘛 就是你明明是生產一萬斤 你就告訴別人你生產三萬斤 那麼如果一萬斤 可能就要上繳三千斤上去 那麼你說三萬斤要上繳九千斤 你只剩下一千斤在自己的縣裡面 自己的村子裡面吃 結果那條村的人就餓死了 其次就是全民大煉鋼 因為毛澤東就說要土髮煉鋼 然後那些人就拿了一些籠具 拿了一些鍋子去煉鋼 結果就沒有工具去煮飯 沒有工具去耕田 又餓死一些人 然後強徵糧食 又出現了這些情況 他們就說蘇聯逼債 但是同時間支援了很多糧食 去阿非拉兄弟那裡 所以就導致了幾千萬人餓死 然後毛澤東就大興條言之風了 那麼到了1961年的年底 就發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 就是要黨召開一個大會 就要檢討 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 這些三面紅旗所面對著的問題 以及帶來的災難 所以就召開了一場叫做七千人大會 七千人大會在一個月後 就是1962年的1月裡面召開的 就是大興條言之風 搞了大半年之後 就搞了一個七千人大會 去總結到底 為什麼會出現餓死幾千萬人呢? 那麼當時 在大會裡面 發言最勇敢的就是劉少奇 劉少奇就指了 這個事件 三分就是天災 七分就是人禍 他一說人禍的時期 全場嘩然 因為大家知道 整個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 三面紅旗都是毛澤東 親自部署 親自指揮的嘛 那麼一提到人禍 就知道他矛頭直指毛澤東了 那麼所有人都嘩然了 然後他就繼續引用毛澤東的說法 毛澤東經常講一個比喻 他說九個指頭 以及一個指頭的關係 就是說這個手有十個指頭 有九個是好的 一個是壞的 毛澤東經常都這麼說的嘛 那麼他就說 喂,不是這樣的 如果現在是這樣呢 是不是三七開呢? 七分成績和三分的錯誤缺陷 可不可以這麼說呢? 他說不可以這麼說的 結果毛澤東立刻打斷劉少奇 不讓他發現 他說根本不是一部分地區 好像河北 還有百分之二十的地區 產量是有增加的 毛澤東仍然堅持 不是全國都餓死人的 河北 那個產量是不錯的 是不錯的 還有百分之二十的增加 是真的 那麼劉少奇呢 絕不退的 劉少奇就說 全國加起上來 缺點和成績的關係 就不能夠說一個子頭和九個子頭的關係了 恐怕是三個子頭和七個子頭的關係 那麼有些地區呢 缺點呢 不是只三個 那麼劉少奇已經說得很客氣了 就是這個三七開 三分是天災 七分是人和 實際上就應該九分是人和 一分是天災 那麼劉少奇呢 就是已經有退讓的 有退步的 有讓步的 就不要說得這麼在乎 凡事太盡 緣分就必早盡 但是呢 一定有很多人擁護毛澤東的嘛 好像最近 國務院總理李強 強就說 習近平扶貧是千年得正 一千年都沒有一個 那麼明君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扶貧啊 中國正式扶起來了 但是習近平在扶貧工作上做了什麼呢? 中國改革開放 令到經濟高速增長 朱鎔基加入了WTO 令到中國經濟再高速增長 溫家寶時期呢 就是搞基建 令到中國很多人的生活翻天覆地的改變 習近平時期 在經濟上有什麼刺激到 可以令到扶貧 真正落實呢 其實都是繼承前人的一些 就是 前人種樹就後人成梁而已 加上習近平時期呢 左右開工 四面樹敵 中美貿易戰 令到中國的GDP進一步減速 香港的問題 新疆的問題 令到中國的經濟發展進一步 在高速下減速 當然不是完全是他的 實際上很大的關係就是人口紅利的消失 等等 但是他說是千年得正 一定是有些人 是喜歡攀附的 一定有些人喜歡說好中國故事 那麼當時呢 在七千人大會裡面說好中國故事 說好毛澤東的故事的人就是林彪 林彪厲害了 林彪說 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 一定永遠都是正確的 他總是在實際的周圍 圍繞著實際 不脫離實際 想不到受到干擾的時候 如果毛主席的意見不受到尊重 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 事情就出毛病了 我們的黨有幾十年的歷史 就是這樣的歷史了 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 就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 那麼 他說這番話是什麼意思呢? 毛主席的思想 是好 但是為什麼出現了問題呢? 就是因為毛主席的思想得不到重視 就是執行得不夠徹底 將革命進行到底嘛 現在出現了問題 就是當中有人執行不力 這個不僅是他 還是很多人的 事實上 有些人批評毛澤東 這麼大的問題 毛主席一定要負責任的 那麼毛澤東 就在大興條言之風之後 得到很多人的批評 結果他的結論是什麼? 白天就出氣 晚上就沆氣 兩江就一稀 完全就放屁 這個就是他所謂的馬列主義了 就是聽完那些意見之後 全部當是放屁 這個毛澤東非常厲害 聽完就當左而入就右而出了 那麼周恩來承認 周恩來承認他們有嚴重的錯誤 但不是黨的錯誤 不是毛主席的錯誤 是他執行上有嚴重的錯誤 周恩來又說過度精糧 誇大產糧 從各省手掛糧食 增加食物出口 讓人民生活困苦 要負起個人的責任 那麼他就說是他自己的錯誤 周恩來繼續說 這些年頭的缺點和錯誤 恰恰就是由於違反了總路線 所確定的正確方針 違反了毛主席 很多寶貴的 合乎實際的 又有軟件的意見才會發生的 所以周恩來就吃得開了 就是他全攬上身了 不是毛澤東 不是毛主席的路線有問題 總路線是正確的 是我們執行得不夠徹底 做得不夠盡 這個是很典型的共產黨思維 趙紫陽講過 黨是不會認錯的 黨是不會認錯的 因為黨永遠是偉大 光明 以及正確的 但是為什麼黨會出現這麼多問題呢? 就是因為人們執行黨的路線 是執行得不夠徹底 所以同樣道理 在2019年 反修例運動 使得香港成為國際的焦點 他們不會認為 他們的路線是錯誤的 他們認為他們執行得不夠徹底 就是說 不夠心肯手辣 對付泛民 對付反對派 不夠盡 所以使得香港有這麼亂 他們永遠是這麼想的 做得不夠盡 他們不會覺得凡事太盡 緣分勢必早盡 他們覺得因為做得不夠盡 沒有斬草除根 沒有從本源上去根治 所以出現了這麼多問題 如果要避免下一次的問題出現 一定要怎麼樣? 在現在這一刻 有權要用盡 有風要洗盡 他們的思路是這樣的 所以呢 香港人是不了解共產黨的思維 不熟讀歷史 就是一再錯判形勢 其實現在也是這樣的 國泰空姐事件 由一個客戶服務的問題 我實在說客戶服務問題 你投訴了他 他的態度不好 你投訴了他 國泰客戶服務可能處分了一個空姐 然後賠回一些非行李訴給你 這件事就完了了 現在變成了實名舉報 變成了官媒 特首 還有社會上很多人 一起群起公司去批鬥 整個香港文化 說香港文化 這是崇洋未愛 一定要從根治起 一定要這麼說 如果逆地而處 如果香港人說普通話 被人歧視 其實是試過很多次的 是不是? 無數這些事情是發生的 說香港明星說港普在綜藝節目裡面被人嘲笑 經常都有的 是惡意嘲笑也有 是一個開玩笑的也有 一定是有的 但是就不會將這件事上綱上線 變成嚴重的逐內歧視 不會的 廣州人經常被人嘲笑的 天不白地不怕 最怕廣東人說普通話 說官話 由清朝開始已經歧視 當然現在這一代 廣州人好很多 因為他們很多學校教育 教到自己都不會說苦話 如果逆地而處 他們就不會覺得是歧視 不過這個歸根結底 就是什麼? 這個我又叫做黃人與陪神的關係 因為在北京講普通話的人 尤其是在北方的人 他們就是在京城之下 就是黃人 歷史上的黃人就是正中正統 在旁邊的四兒那些就叫陪神 所以廣府人 廣東人 建國以來 都沒有人入主中南海的 沒有人成為中南海的元首 廣東的GDP長年是第一 經濟影響最大 而且是革命的起源地 辛亥革命是廣州人搞起的 是廣東人搞起的 但是他們沒有入主到中南海 沒有在中南海佔了重要的席位 反而廣州的官員就是由外省人出席 這就是社會 就是他們共產黨的思維 為什麼他們會覺得廣州這麼亂? 廣州為什麼那些人會經常反抗 經常抵制普通話 什麼廣州人支持廣州話 不懂得廣州回鄉 這是十幾年前的廣府話運動的口號 他們覺得自己做得不夠絕 做得不夠絕、不夠盡 所以呢 就要調整 要下一步再盡一點、再絕一點 文化的清洗 下一代就不懂了 結果現在也挺成功的 所以 習近平現在這一刻 重提大興條言之風 你怎麼調言? 千條言、萬條言 都不出一個道理 就是黨是沒有錯的 錯就是下面執行不力 好像疫情那三年 習近平親自部署、親自指揮 出了這麼大的問題 很多地方問題 過度防疫也有 或者有一些 造假的也有 出現了很多豆腐渣工程也有 黨的總路線是沒有問題的 一定是 下面執行不力 這個就是無論如何調言 都不能夠離開這個底線思維 底線思維就是領導是絕對沒有錯的 領導的路線是絕對沒有錯的 前提就是領導還是當權 如果領導失勢的話 毛澤東 後來就找了四人幫 四人幫就失勢 林彪就失勢 他們就會遭受到批評 遭受到批鬥 但是毛澤東的路線 都是沒有動搖的 即使到了1981年的時期 歷史決議 關於黨的歷史問題的決議 都是對毛澤東雖有微言 但是仍然也要繼續堅持擁護毛主席思想 毛澤東思想 因為如果能動搖的話 就是能動搖到黨的根本 所以 你發覺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道歉 沒有為歷史問題道歉 沒有為反右運動道歉 沒有為清算地主 槍斃幾百萬的地主道歉 沒有的 沒有為大躍進道歉 沒有為文革道歉 沒有為六四事件道歉 沒有為新疆問題道歉 沒有為香港問題道歉 就是因為路線是不會錯的 執行是有錯的 執行的錯就是做得不夠盡 這個就是 今天跟大家導讀了文化大革命 馮客教授的書籍 所得出來的一些智慧 以及現在 中央印發全黨大興調查研究工作方案 是可以一脈相承的 裡面也是這麼說的 OK 希望大家喜歡 支持 like、subscribe、share 下星期 英國就有學期假期了 我會休息的 下星期 又會去旅遊 去短暫旅遊 幾天而已 之後再會和大家見面 OK 這個星期六天繼續會有一些影片 適時上載 但是下星期就會有一些調整 好嗎? 今天講到這裡 收費平台Patreon 還有獨家參考資料 文字摘要聲音檔 還有教學的課堂 史記的課堂 哲學的課堂的更新 以及還有中國經濟史的課堂 接下來還差一港至兩港 我電腦弄好就會說了 最後就是和沈旭暉教授合說的中國史學名著道讀 現在就是已經準備好 隨時可以在假期後就可以開課了 開課也是有會員的朋友可以上課 VIP的會員可以重溫 我們也會安排這個做法的 OK 今天講到這裡 連費還有discount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